各位喜歡網購的美女們一定要收拾 廣州的徐小姐近日遇到一件很煩惱的事 大學畢業又從事傳媒工作的 她本來應該是百毒不侵警惕性很高 但最近一次網購 就令到她跌入精心設計的網絡詐騙陷阱 現在的騙子目標已經開始向這些聰明的年輕人擴散 稍有不慎的話 隨時會出事重招 具體情況 小優和你跟進 2016年的2月28日 市民徐小姐在電商遺品會上購買了兩件衫 在28日的時候就在偽品會上面買了兩件衣服 當時的價格是445元 然後買完當天 就是想做一下理財了 想要避免更多的這種網購的行為 就把偽品會的這個APP給卸載掉了 而第一 隨小姐就接到一個自身為品會售後客戶的電話 對方就表示 隨小姐的訂單有異樣 需要作退款處理 2月29日的下午大概是2點鐘 然後就接到一個 她說是客戶的一個電話 就是一個首期號碼 廣州的 然後就說我昨天晚上買了兩件 這個偽品會的衣服 是存在一些質量上的問題 然後是這邊會給我進行一個退款 隨小姐當上也都提出了質疑 為什麼來電顯示是一個廣東廣州的手機號碼的呢 而對方就馬上作出了解釋 並且將相關的資料發給隨小姐進行核對 我說你們為什麼不會用你們的這個固化去打給我 然後她說她是負責廣東這邊的一個區域的 然後我也問了你的公號是多少 你能報一下你的身份證號碼嗎 她很急時很快速地就是報了給我 然後她把這個在偽品會上面的一個單號 包括我的一個郵寄的地址 還有我的聯繫電話 還有兩件衣服的這個型號 各方面的東西都發了一個號碼給我 然後核對是不是我的訂單 然後我看到這個訂單確實很完整 包括我個人信息什麼都存在 所以這個就一定程度上我也相信了吧 由於信息資料很完整 所以隨小姐就放下了戒備心 然後她就有發一個鏈接 退款鏈接過來 就是因為我卸載了APP 如果正常情況之下 我肯定是會登陸APP在裡面去查詢 我的訂單的一些情況 然後包括在上面進行一些什麼退貨 什麼的確定的 但是就是因為卸載了 所以我就點開了她這個 那麼點開以後看到就是 跟偽品會的整個介面是一樣的 這樣的一個信息 也有偽品會的各方面的logo 於是隨小姐就按照網頁上面的提示 依靠客服人員的指引進行操作 直到接到銀行客服的電話 提醒帳戶有異常 只敢轉出一共1959元 隨小姐這樣才知道自己上當勒 並立即報警 而對此隨小姐就表示 令她放下戒心急 正是那份詳盡的訂單 以及個人資料信息 那麼為什麼對方會有這麼詳細的訂單信息呢 甚至她的帳戶密碼 都可以一併發給她進行核實的 又是否包納截單 以及發貨等全部服務的維品會 洩露了用戶的個人信息呢 於是隨小姐也向維品會反映情況 並對雙方交談的內容進行了錄音 記者隨後上網查詢發現 在2015年8月 就有媒體報道 接到20多起私費者 在維品會購物之後遭遇到詐騙的投訴 為此維品會也發出官方聲明說 這種可能與一種名叫狀夫的網絡技術有關 也就是客客通過獲取用戶的 A網站的帳戶信息 嘗試登陸B網站 將而獲取B網站的消費者的信息 而這個也要求用戶 A、B兩個網站的帳號和密碼完全一致 於是記者也聯絡上維品會的相關負責人了解情況 你們說有不法分子獲取了資料的話 那能不能說是咱們網站的安全系統不夠 就說主要是從哪方面獲取或是哪方面的人的話呢 我們現在確實沒有辦法跟我們說得到 那麼這個都是由警方那邊去徹查 2015年的6、7、8月份 好像有20幾起的相關類似的一些案件發生了 最後記者亦都向廣東玉瑞律師事務所陳偉傑律師 上能咨詢 消費者如果遇到類似的事件 應該怎樣做呢 應該怎樣維權呢 這個事件是屬於一個典型的網絡電信詐騙 作為受害人 他第一時間最應該是先去報警進行求助 其次 在於這個維品會 他是否需要承擔這個賠償的話 就要看回公安機關 在這個查辦案件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調查發現 維品會因為自己的過失 導致消費者的信息洩漏 而造成消費者損失的事實 如果有相關的事實和證據的話 維品會就應當按照自己過錯的程度 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這件事件當中 維品會是否應該負起責任呢 這個可能還需要走司法程序才可以更好地界定 不過也都借資提醒各位 下次如果遇到類似的情況 首先應該保持冷靜 千萬不要輕易聽信對方的說話 尤其要你轉錢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收拾 如果覺得有可疑的話 就建議撥打官方的客服電話 去求證一下 這樣才能夠更好地降低被騙的機率